咱们来看看这一手带两家似Griddle的牌局 谭轩9K同色 还是不错的牌啊 在庄位拿到这种牌 还是蛮不错的 Race到16000美金 这是一个很小的Race啊 只有16000美金 这队伍EZCALL啊 其实我觉得要是梅尔奇300 都会靠进来 就石钩 除了这个钩4啊 上面的石钩和56都会靠进来 都是性价比很好的一个靠啊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四人底持 说实在的 我刚才看到那个Belland的 我以为是个工人戴着那种黄色的帽子呢 戴灯那种帽子呢 我晕望一看 你看见了 我以为是那种那种工人呢 矿工 什么工地的工人啊 戴着那种黄帽啊 黄帽上面戴着灯 这种牌 谭轩翻牌 击中顶对K 下注三万两千美金 下了一个半尺左右 肯尼不信谭轩 选择靠 现在变成两个人单挑 看看这手牌谭轩是怎么打到价值的 啊 又发出一张K 这张K非常的坑肯尼 因为谭轩这个人爱投机 发出两张K 降低了谭轩手里边有K的概率 这个翻牌肯尼很容易觉得 谭轩是买花买顺啊 比如草花的勾圈 就谭轩有可能是这种牌是吧 AQ 什么A勾的草花 类似这样的牌 谭轩这里边继续打 下注下多少啊 4万6 还是一个不太重的注 这个注可以说比翻牌更轻啊 只有4万6千 这牌其实谭轩打的肯定很不好跑 打得很像有张K 我想让你尻似的 我看谭轩真的有张K啊 就是他们 我看谭轩打牌总有点那种真一假来假一真那种的 但这种是真一来真一真 那种就是我实牌实打 反正对手反而不相信啊 会来个重注吗 和牌来个重注 重注可以扮演买牌失败 我吓唬你 咱们前面坐过 吓唬界的两座大山 谭轩和德万啊 吓唬界的 不能说祖师爷那种样的人物啊 吓唬界可以说德万是祖师爷的人物 谭轩毕竟是新出的牌手啊 吓唬界的新大山 新出的大山 专业就是吓唬别人 就是吓唬别人 谭轩是专业的 哦 这手牌也不是 这是谭轩这手牌打的思路 还是转牌的思路啊 这手牌其实没有吓唬那个肯尼 打得很像价值下注 就是真有K的人 他一般会像谭轩这么打 我看谭轩恰恰是真有K 就是你打得很像真有K啊 我看谭轩还是真有K 就是打十牌说实话 你信不信 诚信德州 咱不偷不请 我就是有张K 我告诉你我有K 你信不信我 打的是十牌 肯定不信啊 说实话你不信呢 没有办法 我就是有张K 是我转牌 我想K想让你尻 我下四万美金 盒牌我也下得不中 我下一个价值注 是吧 我实话实说 你非要K 那没有办法 是吧 诚信德州 你这人不相信别人 是吧 信我者得永生 非要送钱 上手牌就是 德州普贵里边都是骗子 是吧 你是拿到强牌 你演弱牌 你拿到弱牌 然后你框框 偷鸡 去演强牌 都是骗子 然后 上手牌 谭宣说了个实话 结果没人信 肯定不信是吧 上手牌 就是这么个情况 还喜欢这手牌 拿到QK同色 三百合到四万 龙哥尻 桃尼记也是尻啊 哦 还没有尻啊 但他未来会尻 没有点预知未来的能力 怎么做一个解说 尻 咱们来看看翻牌啊 翻牌是九勾三 这个对谭宣而言还是一个可以的牌啊 两高张买最大的卡顺 还带点后门花 现在谭宣有主动性 要不要偷一枪呢 龙哥击中顶对 但是在这种三百的底时 他的Q的踢脚 也不能说很好啊 因为你比如谭宣是A狗是吧 谭宣有没有可能这种牌 有可能 套逆记也是买卡顺 要不要有个梦想 如果放弃梦想 当个闲鱼 其实可能会活得很快乐啊 因为梦想那个东西 你有了 你就要去努力 去 是吧 争取实现梦想 然后大概率的 你是实现不了这个梦想 因为梦想嘛 哪那么好实现 就会很累 很疲惫 很辛苦 现在的人好像明白了 当一条鲜鱼也挺快乐的 翻牌 谭宣 下注之后 被两家考 那现在谭宣的压力就很大 他要偷走两个人 但是谭宣后边的 离他最近的龙哥 是一个打牌比较弱的人 就是龙哥相对而言 是一个比较好偷走的人 谭宣这里边会怎么选择呢 要不要借助龙哥这个弱点 借着龙哥再来一枪 加上这个咱们也是高张买卡顺 还选择偷一枪啊 龙哥其实中了 顶对啊 但是像咱们前面说的 A勾K勾是吧 比他踢脚好 就像谭宣这里边有超队的可能性 他三败特有可能是什么AKK 龙哥也要担心这个问题 拼一枪龙哥就20万美金 跟20万美金有可能赢一个 再加40万90万美金的地驰 龙哥并没有啊 因为他靠近去 Town G在靠近去是吧 加40万美金 龙哥想算了吧 谭宣气势太强了 Town G这牌有点 有点差啊 就比如现在这样 他的都这种K 但谭宣踢脚好 Town G也被打走 Town G这会儿在买牌性价比太低啊 谭宣就是他的风格是吧 哦 发出一张10 90勾圈K 反正手牌不管怎么打 最后结果都是谭宣赢啊 谭宣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凶 德州扑克面对不同的选手 你要有不同的打法啊 不同的处理方式 像上手牌 谭宣后边是龙哥 龙哥打牌偏弱一点啊 这手牌 谭宣的后面是印度赌神 印度赌神 有跟住机性质 你知道不 跟住机性质就是什么样呢 这种人他不好偷走 也不能说跟住机性质啊 就是很能抠 他也就是印度赌神 很能抠很能买牌 他也不是那种跟住机性质 他就是很喜欢抠 很喜欢买牌啊 这里边谭宣 他是一个很好的投机机会 翻牌就是一个很好的投机的牌 半投机的牌是吧 但谭宣面对印度赌神 他就没有投 因为他面对的不是那种 像龙哥好打斗的人 面对一个是和龙哥相反的人 非常不好打走的印度赌神 谭宣翻牌就没有投是吧 他还转牌这 看你翻牌过牌 你的牌力也不强 谭宣翻牌 转牌这 才开始投啊 就是面对不同的牌手 你其实的打法也不一样啊 因为这手牌 其实谭宣比上手牌要好啊 然后谭宣 还是面对的是两个人 你只要偷走一个人的情况下 谭宣还是没有选择翻牌就偷 就是面对不同的牌手 咱们的打法是要有变化的 是吧 所以说就是 德州普克我们打牌要灵活 灵活处理 不同的局面 不同的对手 这里边因为印度独身也没有表现出很强势啊 反正这个牌的范围比较接近于strideway的谭宣 反正谭宣这里边也多少带点得被迫投机的意思啊 这里边几乎不太可能不投机啊 换任何人 打到这个份上了 印度独身这种表现是吧 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牌 一般都会继续投机啊 像这里边可以讲很多故事啊 主要这个范围和谭宣也接近 反正谭宣偷下这个底池 这次一丝的谭宣 给我们看看